好 我们接下一下这个视频 首先这个 这个就是视频的显示屏 这个是新的二级视频 然后 这很难放电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返回键 这个返回键 这个F1F2的F8这个 这个就是 跟这个视频里面相对应的 由这个回复F5 那这个就进入这个 回复这个页面 由这个情绪编辑F2 进入情绪编辑 这个就是相对应的 然后最后这一个键 这个就是工具栏的下一页 这个下一页 然后就是控制面板这一块 这一行的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重塑 这一回这个 ES11这个相对应的 这个 然后这个区域 这个是第一个键 这个是复位键 就是在始动过程中啊 按这个 就全部复位了 这就是也停了 把所有动作都会复位 都会停止停下来 然后这个是 是英文字母键 这个 这个是三十五键 比如进入情绪编辑里面 这个是往前刷 这个是往前刷 这个是往后刷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是大小写 大小写切换键 然后这个 这个二键是没用的 这网面用不到的 这个是五号键 这个是五号键 就是我们系统里面也有 用到的 五号键 这个是空格键 这个键就是相当于锁标键 就是把这个数字 把它给框起来 发起来可以 然后可以上掉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就这个 这个是确硬键 确硬键也是 访问 也是那种 也就是分裂键 然后这个区域 这个是数字键 数字键 它有两个键 就是两个 有两 两个键到下面 比如这个吃 还有一个锦 然后比如这个八 也一个小老鼠键 这个 这个切换 这个 比如这个符号键的话 也是按这个切换 比如我按个吃 不按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按一下就是吃 如果按了一下这个 然后再按这个 它就会出现一个 符号键 这个虽然很小用的 但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几个键 没用的 这个就是上下左右移动键 移动这个光标 这个锁 标 上 下 左 右 这个就方页 这两个是方页键 这个是上方 这个是下方 这个像这两个区域 主要是用这个 情绪编词里面修改情绪用的 然后我们返回 然后这个区域 这个就是 轴向键 轴线这个手动 比如进入手动模式 我们把这个手动模式按亮 然后这个手动按键就有用了 比如x x往负载方向你看一按 他就往负载方向 方向 往正 然后j 向下 然后y 这个y是y 然后往后 然后往前 然后4 这个第4键就是c轴 在那里一个c轴 这是c轴键 这里就变了xyc c轴键 都在这个区域 这是手动模式就有用的 然后我们再接受这个键 这个就是我们开支 开支的时候用的这个回0键 按按亮它之后 可以一键回0 那也可以当轴回0 比如按一个 按亮这个回0模式 然后按当轴 按哪个轴哪个轴回0 也可以一键回0 一键的话就是6个轴一起回0 这个就是手轴键 手轴模式键 这个按亮之后这个手轮就有用了 比如我这个指的哪个轴下 我由哪个轴就会动 往反方向摇 就是负 往正方向摇 是 往正 比如这个x 那里x那个轴向标签有显示 就是往负 往正 然后追逐 向下 y a 往前往后 c轴 b轴 b轴也切得正处 这边正 这边不够 然后y二轴 y二轴是这个轴 y二轴的塔 然后我们刚刚介绍到这个手轮模式了 然后我们刚刚介绍到这个手轮模式了 然后就这个 这个是自动模式 由这个自动模式按亮之后 就可以启动前序了 然后这个 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 这个按键 按键的手动模式 这个 走 这个按键我们用不到的 这个 这个我们也用不到 这个按键 然后这个二键 这个二键是搭配这个 自动模式用的 自动 加手轮运行 这个是手轮运行二键 然后加启动的话 就是情绪 它有到哪里会走到哪里 然后这个二键 我们也用不到 这个二键也用不到 然后就我们介绍这个区域的二键 这个二键我们也用不到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没有没有灯也没用到 然后就是这个 哎呦 这个二键就是那种 那个 歪一工作坂下面那个 那个风管 求把卡关 手动 求把 按一下 它会打开 再按一下 就关闭 然后这个 AUX5 也是 就这个就是挖二锅动台下面的 风管 那个西风的那个球法 卡关 AUX6 AUX7 我们暂时用不到 还有AUX1 的AUX3 我们上次也没用到 这个两个齿轮二键 什么二键也是按 也是这个轴向的 第五轴 有我在 手动二键模式啊 啊 那这个 两个齿轮二键 这个第五轴就会动的 然后这个 这个峰支的 施峰二键 就是按这个二键这个峰支就会 启动 这个就是手动 手动二键启动峰支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用不到水龙头 这个 这个用不到 然后这两个就是第第六轴 就是弯二轴 由在 手动按键模式 那 在挖二锯往前往后 然后这个按键 这两个就是 走轴 走轴启动 和停止按键 比如现在是停止模式 它是第二个会 等会亮的 比如我们手动把它启动 这个走轴 然后一按 然后那个走轴就转了 然后我们手动要关闭 就是 再按一下这个也可以 或者是按下这个也行 再按一下这个也光了 只要这个灯灭了 就关闭了 你再启动或者是按下这个也可以把手轮关闭 然后这些我们就介绍完了 然后就这几个按键 你看这个就是直停按键 是直停的话 一样直停 所有动作 也是这马上停止 然后这个按键 就是启动 启动按键 就是首先你要启动这里 然后这个情绪它就会运行 这个是 停止停止按键 就是情绪停止按键 按了这个就 就是这个情绪会停止 这个旋流按键 就是这个轴下的移动的速度 经常我们就用100或者120的速度 运行情绪就行了 比如这是80 100120 当然在特殊情况也可以用到150 150 现在我就 就比如这个情绪里面 比如我用f f1万的速度 当我这个旋流打到150的时候 它这个1万就会轻易1.5 就是1万5的速度 然后是这个 这个旋流 这个旋流 我们暂时用不到 暂时没用 因为这个是用来调这个 走足 走足速度的 没用不到 因为我们 这个切三包的话 就是最快的速度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个 就我们开支光之有用在的 这个是池档市场 这个是 关闭市场 关闭市场电源 然后就再介绍一下这个手轮 手轮 第一个红色二件 它是在编程的时候 它是切换这个 比如开支小轮 切换这个功能的 切换这个编程 比如这个模式功能 这个就是编程确定的 比如我摇到什么位置 我要 我确定这个位置 然后按下这个绿色二件 它就自动把这个数字 进入这个 进入系统 来这个 这个是轴向选择 比如我们在手动模式下 在手轮模式下 然后我 找到什么位置 然后它就相对应的 哪个轴 这个就是 这个旋律是手轮的速度 手轮 比如我们 进入这个方面 当这个对准100的时候 x100的时候 这个摇一圈 这个摇一圈是10毫米的 这个摇一圈是1毫米 这个乘以 乘10的话 这个摇一圈是1毫米的 这个就是 摇这个轴向 就相当于发 发指令 发媒生发指令给这个走向 这个指 好了 这个视筒 我这个手轮 我们接下来 也